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季从比瑞山顶下山的公车 班次不多 山上冷清到见不着其他游客 我和孩子们在垂挂大朵雪花的树丛之间 屏息静观冷风中雪花掉落地面的深袭 一片两片 我等不及雪花纷纷掉落一样的在心里默默细数 雪花松树 惨白的琵琶湖雾影 让我想起某年旅行到香根芦芝湖的某个夜晚 在泡过滚热的温泉之后 陪伴同行的友人 从临近富士山下榻的温泉旅馆出门 沿着湖畔暗淡的路灯 行走在无润的路上 顶着侧古寒风走到旅馆约莫一公里处 一间小型烟酒杂货店打酒 准备借酒驱寒 在湖岸冷冻的冷天里 每个人身上裹着厚厚大衣 沿着夜晚时时许的乡间马路 不畏风寒的快步走路 那不算跑步的急行速度 着时快到令人吃惊 往杂货店的路上 车行稀少 望着街道对岸的炉汁湖水 除了路面上闪烁为名的灯火 映照湖面浮动起 鸟鸟的晕光之外 便只剩淡淡冰霜的萧射街景 与冷冽东风 以及口里吐那热气腾烟的几个买酒人 相依相微的急行脚不胜 是啊 那种暗然冷缩的景色 正是我的最爱 一种雪落前的七清绝美 浑面上交错千秋心斗的炉汁湖 昏暗之际 依稀可见远处山头覆盖 白哀哀鸡血的富士山 美得晋级 宛如一潭存厚的日本清酒 活着的时候 关于曾经拥有过的成功或失败 过去或现在 认它好坏 那只是存在的一种形态 上游记忆的日子真好 还能有回忆的生命真好 我在琵琶湖的比瑞山 想起炉汁湖 想起某年冬天和三个孩子 从东京搭乘火车到平总 去会见父亲生前的友人 清杭洪夫妇 第一次见到三个已然长大成人的小孩 夫妇二人见我 见我只如过去珍惜与我父之间的情谊一般 即刻驾驶跟三十年前同一款式的旅行车 带领我和孩子们游走小田园城 吃日式料理 还刻意绕行到富士山下 让我在卢之湖下车拍照 同样冷缩的天气 清杭洪夫人像是担忧我人在风刮的紧密的湖畔拍照 恐生危险 竟冒着冷冷寒风 一路尾随我道拍完照 才安心似的上车 最后 夫妇二人还执意开车从香根附送我们回到住宿的东京池袋 从香根到池袋 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我被清杭洪夫人三十年来未曾改变的温柔盛情感动 便研习三十年前我和他沟通交流的方式 在他送给我的小笔记本上 用汉字足以写下 对他念旧的难守情谊 可当他从座位底下取出并递给我一叠 父亲生前寄给他的相片 以及我第一次到品种 跟清杭洪夫人家人合照的旧照片时 我那意义动容感伤的泪眼瞬间辱失 我这次到达的温柔盛情感动